听到姚依文呼噜声,张氏向外变开了脸,慢慢地脱开姚依文的怀抱,转了个身,窗外的月光隐隐约约透进来,张氏看了会儿月光,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 张氏不知怎么的,就梦到了自己穿了大红嫁衣坐在花轿上,张家一片喜气洋洋,到处都是来恭贺的人。 张家大门敞开,她正觉得慌张,母亲在她耳边说,别害怕,今天间算的日子,将来你过门之后,必定富贵荣华。 张氏点点头,心里的恐惧在一片热闹中烟消云散,她捏着大红喜福,喜福上用金线绣着她喜欢的图案,场面是那么地热闹隆重。 她看到族里的女眷们羡慕的神情,自从她懂得什么叫成亲之后,她一直盼着这一天,盼着一步迈入她想要的生活,让所有人都对她另眼相看。 从此之后,身边所有的姐妹都不如她,所有人都要仰望着她,她再也不用为将来的虔诚担忧,从此之后,她只要好好养着她的美貌,过着心满意足的日子。 张氏这样想着,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双手,将她牢牢地握住,耳边传来喜娘的声音,她抬起头来,却看到姚依文的脸。 姚依文的脸,方方正正的,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,拧着嘴唇看她,等她抬起头来,那双眼睛上上下下将她看了个遍,眼睛里透出满意的神情,握着她的手,就攥得更紧了。 张氏顿时觉得姚依文的手又湿又凉,张氏慌张地将姚依文的手甩开,张开嘴顿时, 大喊大叫起来,不是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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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她大声喊,大声地哭,哭得不能自济。 于君。 张氏顿时醒过来,听到姚依文的声音,这是怎么了? 脸边是冰冷的眼泪,张氏吞咽一口摇了摇头,也没什么,就是做了一个梦。 丫鬟急忙端灯进来,又有人服侍张氏喝了些茶才推下去。 看着张氏梨花带雨的模样,姚依文皱起眉头。 梦到了什么?怎么又哭又喊? 张氏攥着帕子仰起头来。 妾神梦到了圣欢歌,妾神想去看看欢歌。 只有看到欢歌,才能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。 张氏生欢歌的时候受了不少的苦,姚依文想到那凶险的情形,就心有余悸。 张氏拼着一死,将欢歌生下来。 生产的时候,张氏甚至以为自己必死无疑。 将岳母岳父都请了过来,还哀求他,如果他死了,就再娶个张家的女儿进门抚养欢歌。 他哪里肯答应,请来岳母劝说张氏。 没想到岳母也是一样的话,让他许下诺言,若是张氏遇到不测,就让张氏的妹妹进门,将欢歌养大。 听着张氏惨叫的声音,他那时心里冰凉,埋怨岳母这样对张氏,又心疼张氏为了他的子嗣,连命都不要。 那一刻开始,他决定只要张氏母子平安,他以后会更加善待张氏。 幸好张氏和欢歌都安然无恙,为了让张氏好好休养,又能给张家一个交代,他将婉宁送去了祖里。 会不会是因为婉宁回到了京里,才让张氏想起了生欢歌时的情景? 姚依文皱起了眉头。 张氏说,老姨歇着,切身去看看欢歌。 姚依文看向窗外,过几个时辰天就亮了,到时候再让下人伺候你过去。 张氏没有再坚持,点点头吩咐下人将灯端了下去,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。 姚依文轻轻地拍着张氏的肩膀。 别怕别怕,有我在,不会再让你受苦。 婉宁早早就起床,让洛宇伺候着舒适干净,然后听童妈妈打听来的消息。 这四年来,三太太身子一直不好,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要去庙里烧香拜佛,每天都要吃药,有时候一病就是十天半个月。 所以也很少出门,一直在家中照顾八爷。 在婉宁的记忆里,张氏身子没有那么弱不禁风,当时生欢歌的时候确实惊险,后来却也是母子平安。 父亲请了太医院的郎中来给张氏调养。 张氏的身子大有起色,他临去族里之前,看过张氏和欢歌一眼。 张氏母子两个养得白白胖胖,若不是张氏故意不识粉黛,显得有几分的凝弱,哪里有半点病人的模样。 没想到他走了之后,张氏一病就是四年。 万宁说,有没有说张氏是什么病? 说是怕日后不能有孕,所以三太太不敢怠慢,一直在吃药。 这几年,还给三老爷纳了几房的妾室。 怪不得父亲觉得张氏好。 母亲是个很执拗的人,一心一意跟着父亲过日子。 他记得母亲生下他之后,也是一直在请郎中看证。 不过,母亲虽然吃药,却不肯给父亲纳妾,只想着自己生下嫡长子。 一心想要为丈夫传宗接待的女子,怎么会在看病吃药的时候,那么殷勤地给丈夫纳妾? 彤妈妈接着说,听说连周围的名医都已经请便了。 张氏身体不好的消息也隐约传到了族里。 兽氏总是将这件事挂在嘴边,是想让他知晓,张氏有今日,全是因为当年他的作为。 父亲这样说,族里人这样说,所有人都这般议论。 在婉宁心里,也逐渐将自己和张氏的病绑在了一起,所以才会更加小心翼翼,仿佛自己是真的犯了错。 后来他知道,这些不过是张氏的手段,却没想过张氏真的有病。 仔细分析这件事,万宁觉得有几处不合情理。 张氏才生下欢歌,母亲的天性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孩子。 如果欢歌是嫡长子,也是父亲唯一的子嗣,父亲会小心翼翼地宠爱,将所有的目光都放在张氏和欢歌身上。 张氏不应该会想要别的女人再为父亲生下子嗣。 更何况,张氏千辛万苦为姚家生下子嗣,就算是身子受损,一时半刻不能有孕,你父亲的性子也不会立即嫌弃张氏。 张氏根本不用给父亲送去别的女子。 按照人性来分析,怎么也说不通,张氏定然是另有所图。 万宁仔细地回想。 我记得张氏进了姚家的门,就有了身孕。 是,当时奴婢听说了,还为娘子哭了一场,老爷也是不开眼,娘子潜心求子,却没能再怀上身孕。 倒是老爷新娶的张氏,才进了姚家一个月,就传来有孕的消息。 母亲被休之后,祖父就为父亲说亲,很快张氏就嫁进了姚家。 前前后后不过一年的时间,紧接着张氏怀孕。 没有到日子,就早产,剩下了健健康康的欢歌。 这也太巧合了。 万宁突然想起张氏生产前几日的事。 父亲在衙门里当职。 他心里想母亲,就去母亲曾经住的院子里看看。 从母亲院子里回来的时候,路过了翠竹林,仿佛看到了人影一闪。 他吓了一跳,让身边的丫鬟去看看。 结果什么也没看到。 第二天,就有人说家里飞来了炙鸡。 会不会是和这件事有关? 如果那不是炙鸡,就是个人影呢? 万宁顺着这个想下去。 她不过是个嫡女,对张氏来说算不上什么威胁。 只要筹备一份嫁妆,将来嫁出去就了事。 张氏却明目张胆地陷害他。 他知道,就算他不推张氏,张氏也会在那天生产。 张氏之前没有小产的迹象,为什么会突然生产? 欢歌生下来的时候,就如同足月般大小。 父亲还庆幸欢歌福大命大。 如果欢歌就是个足月儿呢? 那么推算一下日期,张氏岂不是在嫁进姚家之前就有了神韵? 假设,这都是真的。 张氏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? 是父亲的。 父亲就会帮着张氏遮掩。 张氏也就不用那般的打动干戈。 父亲紧张欢歌,生怕欢歌因为早产先天不足, 显然对这些事都不知情。 欢宁养起了眉毛,所以有可能张氏的欢歌不是父亲的孩子。 这样的话,父亲和父亲宠爱的其实是别人的子嗣,而被修回沈家的母亲,却怀着昆歌。 果真如此的话,晚宁养想到这里不禁失笑,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? 童妈妈不明就里。 小姐,您这是在笑什么? 晚宁摇摇头,一切都没弄清楚之前,她会小心翼翼地求证。 没有什么事儿是做得天衣无缝的,定然会露出什么端倪。 祖父和父亲还期盼着欢歌将来能有个好前程。 如果欢歌真的有个好前程,长大之后张氏会不会耸恿欢歌认祖归宗? 那可真是要一笑大方了。 晚宁正想到这里,洛宇来说。 赵家来人了,说是马车已经备好,就等着小姐一起过去。 晚宁点点头,看来赵家肯按照她说的方法来安置狮子爷。 晚宁带着洛宇去换衣服,出来的时候同妈妈迎上去。 连华街那边传来消息,说三太太要过来看小姐,小姐要不要让人回个信? 晚宁摇摇头,不用了。 张氏不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吗? 她就摸摸张氏。 晚宁上了赵家的马车,马车静直去了中义侯府的一处庄子上。 马车进了庄子才停下来,童妈妈将晚宁扶下来。 晚宁抬起眼睛,顿时看到迎过来的钟义侯夫人。 夫人? 晚宁上前行礼,钟义侯夫人立即说。 七小姐,总算将你盼来了。 晚宁走到钟义侯夫人身边,听钟义侯夫人说赵琪的情形。 赵夫人说。 就照小姐说的,将齐哥送到了庄子上。 赵夫人说着紧紧地攥住了帕子。 好不容易将齐哥盼回来,却听姚七小姐说,要暂时将齐哥送去庄子。 齐哥在他眼皮子底下,他还不放心,如今送到这么远,他只要想起来,就心里一抽一抽地疼。 他本是想让人说说,将姚七小姐再想个别的法子。 谁知道这姚七小姐不肯改主意。 赵夫人想到这里,眼睛湿润。 昨天晚上他试探着去跟齐哥说话,齐哥缩在床脚瑟瑟发抖,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 姚七小姐既然能帮忙让乔贵家的照顾齐哥。 他去找安宜郡主商量,郡主也说现在没有别的法子。 只能照姚七小姐说的试试,所以他就下了狠心,让乔贵家的将齐哥领来了庄子,又将庄子上的人手减少了一半,免得庄子上有人吵闹惊了齐哥。 他这样战战兢兢地等了一会儿,虽然齐哥还是一样地躲着人,却也没有比在府里严重,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好消息。 什么时候那个活泼好动的齐哥才能回来? 我让人将齐哥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都拿来了。 赵夫人说着看向婉宁,姚七小姐看起来比寻常的内宅小姐要清理些。 皮肤很白,眼睛里像含着露水似的,说不出的透彻。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内宅中的小姐能帮忙救了齐哥? 晚宁和赵夫人一起去看赵琪平日里用的物件。 有弓箭和大小不一的木箭,笔墨纸燕也都有,还有一些书本。 看赵琪的东西就知道,钟义猴想将儿子养育成和自己一样驰成沙场的武将。 那些弓箭和木箭用得格外多,弓身和剑柄都十分光滑,可见赵琪很喜欢这些东西。 上午的那孩子,胆子不会很小,赵琪会这样定然是受了很大的刺激。 家门生变,身边人又因保护他而死。 一个尖贵的世子爷从此过上逃亡的日子。 可想而知,这一路上赵琪遇到了多少事儿才会变成如今的模样。 也怪不得赵夫人会着急,赵琪从前是个天资聪明的孩子。 赵夫人说,要不然将庄子里的房间固制成福利的那个样子。 启哥看着,说不定会想起从前的事儿,并也就会好了。 这些东西虽然会勾起赵琪从前的回忆,也会让他想到后来的境遇。 这些东西现在拿出来让赵琪看,恐怕是必大于利。 万宁看向了赵夫人。 福利是不是给世子爷请过嬉嬉? 赵琪有不少的书,打开看里面还有住姐,和坤哥看的书差不多。 赵夫人点点头。 我们侯爷在的时候,请了两个先生来教齐哥读书写字,还亲自跟齐哥讲些古往今来有名的大将军的故事。 从赵夫人的话中,能听出来,赵琪和侯爷的感情很好。 万宁也想起小时候,父亲给他讲故事的事儿来。 那时候他大约只有四五岁,父亲还很喜欢他,父亲对他这般,他尚且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。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很大的,他倒可以从这里入手来帮赵琪。 万宁说, 夫人不如多找些书给世子爷看。 读书能让人安静,放松下来。 赵夫人说, 要找什么书看? 齐哥现在也不肯看书啊。 那不一定, 要找世子爷感兴趣的书, 世子爷能看懂,又愿意去看的。 夫人, 我有个弟弟年纪比世子爷小一些, 如果夫人愿意, 可以让我弟弟过来陪着世子爷一起读书。 我弟弟那里恰好也有些书, 是他平日里能看得懂的, 我去找些送过来。 说到这里, 晚宁看向赵夫人。 您还要让乔贵家的每日去我那里, 我教他一些故事, 讲给世子爷听。 让乔贵家的去见姚七小姐, 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? 赵夫人急忙地说道, 乔贵家的本来就是姚家的下人, 要不是我们齐哥, 我怎么还能霸着人不放? 找些书来, 让乔贵家的去见姚七小姐,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儿, 他安排起来并不难, 他只是觉得, 齐哥现在连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, 怎么才能读书? 和赵夫人说完话, 晚宁在屋子里见到乔贵家的, 乔贵家的上前行礼说, 世子爷到了庄子上, 仿佛也没好转, 就是整日里全在床上。 才搬到庄子上, 想要适应还要过几日才行, 晚宁吩咐乔贵家的, 你还像从前一样侍奉世子, 没事的时候多跟世子说说话。 乔贵家的说话, 赵琪不是很排斥, 毕竟现在赵琪能信任的, 只有乔贵家的。 将这份信任感培养起来, 以后不论他要做什么, 都可以让乔贵家的来帮忙。 乔贵家的点点头, 第一声说, 世子爷还能好吗? 晚宁说, 世子爷年纪尚小, 只要快些好起来, 还能和从前一样, 乔贵家的和晚宁说了会儿话, 就有赵家的下人来, 说道, 世子爷醒了, 要找乔贵家的。 晚宁看着乔贵家的, 你去吧, 我和赵夫人说好了, 每日让赵家马车将你送来我院子里, 你将世子爷每日的情形都告诉我。 乔贵家的忙含手, 乔贵家的从花厅里出来, 静止去了赵琪屋里。 世子爷, 听到乔贵家的话, 赵琪才小金意义地掀开了被子一角, 乔贵家的顺势将被子慢慢拿开, 赵琪眼睛里是恐惧又迷茫的神情。 世子爷, 奴婢回来了, 您放心, 这屋里没有旁人了。 赵琪的手紧紧地攥着被子不肯松开, 厚厚的被子将他的额头捂出了热汗, 乔贵家的忙用帕子将赵琪的汗擦掉。 世子爷, 没事了。 乔贵家低声劝着, 半赏, 赵琪才慢慢地将手松开了。 世子爷, 奴婢带了些好吃的给您。 乔贵家的打开手里的盒子, 顿时有一股烤豆子的香气传出来。 赵琪看过去, 乔贵家的笑着说, 奴婢给您烤了豆子吃。